在李渊的奥运会上,19岁的骑兵工响与腾空出世,最终帮助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宝座,如今,两年时间过去了,中国女排渴望有新的骑兵出现,以李盈盈为首的诸多新人不断骂出,然而骑兵之所以能出奇之胜,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打法新颖, 借技术特点较为突出,并没有被外界所熟知,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,才有机会成为骑兵,而18岁的李盈盈,在排超联赛大红大紫,她已然引起了世界各大强队的关注,因此从班前的形势来看,李盈盈只能朝着全面型主攻发展,也就是复制朱婷的成功之路,成为中国女排未来主攻位置的接班人 另一方面,大多数骑兵球员都属于偏科型球员,就拿28岁的刘晓彤来讲,她的跳发球杀伤力极强,关键时候下球能力出众,这些骑兵较为特殊的地方,他们就像是篮球运动中的最佳第六人,而排球场上的骑兵应该称为第八人吧? 那么诸多的女排新人中,胡宁悦或许是最为合适的人选,她有望被打造成中国女排新的骑兵 22岁的胡宁悦是复工新人中特地较为突出的,而且她接连女席大名单,也体现了郎平对她颇为赏识 毕竟那么多的复工新人,从国家队来来去去不像六人,郑义欣,王晨月,张逍娅的复工新人几乎都能入选国家队,而郎平却对胡宁悦情有独钟,很显然她已经在这些人中脱颖而出,胡宁悦有望被打造初心的骑兵球员,因为胡宁悦的宣告短板,她在狼王方面处于决队劣势,所以胡宁悦朝着骑兵的方向发展, 或许是最为合适的,毕竟胡宁悦速度快,快攻技术出色,街场上节奏感强,进攻手段多变,这样的胡宁悦,无疑会是中国女排又一大骑兵,因为在接下去的比赛中,我们有理由相信,胡宁悦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,期待她能在郎平的麾下成为新的骑兵球员。